這個民眾黨他從選戰機制 轉變成為立院黨團主導 因為總統沒上啊 沒有行政權 行政權當然就像金門和新竹了 好 轉變成為立院黨團主導 之前講的是否昨日總總 譬如昨日死 這個我死不如你去死 所以現在的困境就是在於說 接下來誰是老 大家都知道偶像團體都會有一個門面 其他叫做快樂朋友 比如說這個退死的門面是子余 其他是子余的快樂朋友 好那民眾黨立院黨團 現在會是黃珊珊與黃珊珊的快樂朋友 還是黃國昌與黃國昌的快樂朋友 或者是柯文哲的一眾快樂朋友 不一樣啊 過去民眾黨 像我們其路委員在的時候大家是很平均啊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戰力很平均的黨團 沒有誰是誰的快樂朋友 但是呢 現在顯然有人特別強大 看你這個鏡頭一擠也起凱歌 我們大家很熟起凱歌 不知道被擠到哪裡去 不要見縫插針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在於說 做過立委的黃國昌一個人而已 他會不會搶出道權 會 黃珊珊之前的畫世人 很多事情都跟他畫 像剛剛陳青茂 陳青茂有跟 自稱啊 我要強調不是王阿獎 等一下來告我 陳青茂稱他跟黃珊珊已經有達成協議 如果黃珊珊沒有支持韓國瑜當立院龍頭 陳青茂要去跳高雄愛河 那就跳啊 那現在怎麼辦 還沒有還沒頭 還沒頭不用跳 憲哥也是上次 錯誤示範喔 上次憲哥也是真的八星過海 才去跳海 好 這個我們要特別加警語 不良示範 好 那重點是陳青茂下面接的是什麼 因為有答應這個承諾 所以我要幫你柯文哲辦造勢 什麼三粉造勢啊 他已經辦了啊 人家已經辦了 陳青茂都在台上蹦蹦跳 主持耶 怎麼辦 對啊 現在頭都洗了 票都投了 韓國瑜臉上無光 就是因為陳青茂一直在那邊 現在民眾黨說 反正您能拿我怎麼樣 對不對 對 這就是關鍵的 民眾黨現在黃那個黃珊珊雙黃蛋體制 立刻拿出一份考卷 這裡有四五題請各位寫一寫 趙少康馬上拿來吸吸 全部都同意 可是他也不是議員 趙少康不知道有沒有看呢 直接就簽名了 直接簽還加一條地方的議會 什麼陽光要灑進來 通通都聽了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立委 他也不是黨部的任何人 他是一個落選的副總統 雖然有很多人要拱他當主席 但等當選再說 好這一趴我們先留待不表 因為我去問國民黨那些委員 他們說第一次開會的便當都還沒吃 對啊 要做什麼都還不知道 好那接下來另外一邊民進黨的態度 民進黨會去回答這份考題嗎 回答的時候會寫上什麼樣的答案 因為他那個考題非常空泛 我們就反問一個 世界考卷 柯文哲改 黃三三改 黃國昌改 因為不同人改 那個答案可能要調整一下 會差很多 黃國昌是中研院大師 人家的標準搞不好是工人員考試的等級 對不對 就是各黨來寫全部不過 怎麼辦 這時候民眾黨大概兩手一攤 我投我自己 讓你們藍綠自己去廝殺 可是這樣子雖然鞏固了民眾黨的這個獨立性 但是也人家覺得 那以後我們就不理你了 對啊 那我們就玩我自己都好 要注意啊 立院最後一次被抓到密室邪山 誰抓啊 黃國昌去抓了 那柯建民那王金平在裡面 我們 他就去抓了 那個就是凸顯一點什麼 因為你這一咖太難搞了 所以我們乾脆自己討論 我們兩大黨 現在只有三個黨團 不像之前好幾屆都四個黨團 現在只有三個黨團了 三個黨團 其他兩個黨團坐下來 我們就喬定嘛 你要怎麼樣 你要立院打 為什麼要有政黨協商 因為就是以前立院一直打 一直浪費時間 一直站主席台 不要 大家一起坐下來 小黨也可以平等的 一起來去談 那接下來如果兩大黨加起來 一百零多席 那我幹嘛要理你這個小黨 所以原則上來說 現在大家都在選完的情緒的沉澱起 大黨還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的答案 小黨率先出招 合情合理 可是接下來當大黨想清楚了 開始出招的時候 我認為才是小黨真正的考驗 特別是小黨會不會被分化 因為雙方各有熟的人 熟的人過來講幾句話 會不會他在黨團會議就變成代言人 就像黃國昌以前喜歡紙啊 紙太厲害你們黨團其他人 那個是小綠啊 會不會隔幾天突然騎凱哥變小綠 我不知道最好不要 對對對 我們希望一些討論都能理性進行 好